雨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 阳光是非常珍贵的 然后现在这边这个芙蓉玉已经开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花瓣还有这个颜色 觉得还是挺精致的 也非常喜欢这朵小花吧 那今天还有一个开心的事情呢 就是我买的这些盆终于到了 本来想着说搬家之前就不再换盆了 但是看看这个盆裂成了这个样子 决定还是再买一些吧 反正塑料的也没有多重啊 给大家看看这个机能王冠 这个叶厚啊 我非常喜欢 特别厚 刚好呢 有的小伙伴问我龙蛇兰是怎么配土的 给大家看看 其实我觉得养龙蛇兰呢 环境要强过于养工啊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配好了土 然后丢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上 长得一般都还可以 不太需要特别的去管理啊 那我这边呢 就把这个花盆 就跟拨蛋壳一样的把它给拨开了 感觉这种白色的花油门反馈 就是说这种白色的更容易裂开啊 那为了不伤及更新呢 就还是整个把花盆给拨开 然后放进大盆里去就可以了 也非常轻松啊 就感觉挺轻松的就可以把这些壳都给拨开 看来的确是 年份到了 就得这样子 应该是三年吧 两三年吧 就是这个叶片呢 这个龙蛇兰是我从三片叶子开始养的 应该 然后养到现在 也挺不容易的 觉得 后悔呢 当初没有多买几个啊 因为长得的确还挺好看的 那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就把这个给拨开来吧 过程呢 还是相当容易的 给大家看看这些根系 还有这个配图吧 这个配图呢 主要就是彩虹石啊 赤玉 然后还有一些泥碳 其实就是以大颗粒为主吧 增加这个土壤的透气 透水 然后呢 其他的也没什么特别的 感觉就是 随便配一配就好了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配方 然后把它装进这个新的黑色的这个 框林 感觉这个还是有点高出来 所以想办法把底下给弄扁一点 底下我之前放了几块石头啊 作为透气透水用的 结果现在呢 已经被根系牢牢的抓住了 想掰都掰不开 稍微把它压扁一点 然后再给它放进去 这样子呢 我看就差不多了 然后只需要再把这些原来的土都给它塞进去 就可以了 再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总感觉摆不太正 我后面摆了几次 感觉 没有以前那么正啊 以前圆形的感觉在正中间 然后搞了方形的呢 感觉有点歪来歪去的 好了 那这样就换盆完成了 填土的过程呢 我就不拍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机能王冠 这个叶厚还有叶宽都还不错的 我很喜欢的一款 然后再把它放过来 跟这个 原来花盆的残骸一起拍个合影啊 好了 那这期视频呢 我就拍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和关注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